Yo!Hi!我是Suteki 歡迎收看Play You 泰國之旅 Cafe篇 一連串我們大概有三間的Cafe 我今次泰國旅程會介紹給大家 我上網是一個網站01還是什麼 搜尋了一堆Cafe 我選了三間回來試試 超級無敵打卡位 很漂亮 不知道有沒有能認識美女呢 試不如遲好嗎?我們走吧 各位 妖仔 美女 美女 看片 記得 好開心 記得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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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道 頻道 不准你看片 拜拜 試試看 耶 這裏就是Prupalm的BTS Station的隔壁商場 因為它沒有寫幾個樓 然後我問了很久 它不懂 它不懂 我找到我的G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上來的話 大家如果真的要上來的話 大家如果真的要上來的話 這個區域不是很大 我現時的時間是三點半 當地時間 沒有什麼人的 這個Tea Time 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後面超級大卡位 如果我有個女館過來 不是 是女仔的館 過來我就可以幫人拍照了 但是 先拍到隔壁 好嗎 來過泰國這麼多次 我也是第一次來這個商場 說真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這個商場的東西都很貴 所以我是不會進來的 那下面的東西的確是挺貴的 原來上面有很多層的 又有很多這麼漂亮的咖啡店 食物 或者是比較有趣的地方 比較有趣的地方 但是價錢來說 好像我剛剛看過不是太貴的 而且原來它除了剛才的店裡 它還有這個商場中心可以看到下面的景 這個也是一個打卡點 坐在這裡很漂亮 原來外面也是 剛剛過來看一下 挺棒的 我認識這次是單拖 那我試一下食物 很好吃 我覺得食物不是重點 來這裡 最重要是什麼 蟹田 點一下在這裡上 剛才我們是到處去打卡 是沒有人會理你的 大家可以放心地 選一些沒什麼人來的時間 例如現在這些 午餐過後的 茶時間 三四點來 就沒有人了 任你打 我看到其實旁邊的桌 應該是累的 他們剛才有睡覺的 都沒有人來的 這個挺好的 nice 吹鬼有蠻好吃的 那我點了兩杯飲品 回來試一下 我遲了來的 是沒有人來的 但是呢 夜飲方面就沒有了很多 smoothie的那些都沒有了 那我隨便看到 這個碟豆花 檸檬碟豆花 好酸啊 不過 正啊 還有這個 檸檬泰色茶 好酸啊 很酸啊 很酸啊 最喜歡吃的酸的 這裡挺好喝的 挺有泰色茶的味 再加上檸檬的味 喂 檸檬的味道 這是檸檬醬 好酸啊 正啊 我最喜歡這些 這次吃過 蒜蓉包 再加這個 蠔 蠅 蠅的蒜蓉包 不用一次吃 好香的蒜蓉味 超香 那些麵包的味道 是很爽脆的 很軟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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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意想不到這麼好吃的 新鮮的蒜蓉並不是茶碎的蒜蓉 哇 那不是那些蒜蓉一流 超軟的 很軟身的 我找了一塊比較脆身的 再試一下 這個 不是開玩笑 我一定 不知道蒜蓉真的多 會很口臭呢 現在沒有人跟我說話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怎麼玩法 是不是等它分解 全是蛋白 裡面的蛋白 其實我覺得是就這樣拿來吃 整塊東西可以起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混亂 要怎麼吃 有沒有說明書 嘗嘗 我知道 很難玩 這個是這樣做 然後呢 點汁 這個是龍蝦湯 這個有蛋白 不如這樣吧 直接 拆了一塊東西出來 用不夠湯喝一下 嗯 這個龍蝦湯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蝦包就問過這裡的 肚母意願 就問一下 它是怎麼吃的 這塊 他說應該三個都一起吃 其實這塊沒有味 叫拌湯 它是加汁 不能說的味道 分開吃的挺好吃的 一起吃不是不好味的 是不知道什麼味 但是那些龍蝦汁 龍蝦湯很美味 如果你們來試的 你不妨在樓下告訴我 看我告訴我是什麼味 很奇怪 總括而言 其實如果你不來這裡打卡 拍照的話 你就這樣來吃東西 我覺得都值的 那些東西吃 四五十元一碟 跟香港價錢是差不多 旅行來說是貴的 就算不打卡 也可以看一下這裡的景 其實這個景 真的很漂亮 非常好 還有呢 如果你坐在外面 你可以看到這裡外面的 曼谷景 外面呢 其實還有一個 吃甜品的位置 我這次不吃了 真的會吐的 我再吃 今餐呢 就只是告訴你 打卡的地方 其實看你喜歡不喜歡這個 歐式Style 歐式Kiphany Blue 是它的主要顏色 上面有些花 如果你有吃過這間 或者覺得正不正 在樓下留言 我就知道了 下一間走吧 趕時間 第二站的打卡的cafe 我來Kate的午餐 吃東西 每逢星期二的話 它是收十二點的 其他日子是收十二點的 大家記住 我今天是星期二 現時的時間是兩點半的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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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原來這間店的對面 是一間酒店 就是這裡 這樣呢 一開球呢 我們就過來這邊 那邊的 就會很曬 嗯 看一下 特地戴上眼鏡 配上這個粉紅色牆 那這裡呢 就是一個cafe 它就是那個時間 其實挺漂亮的 這裡出名的是什麼 花花牆 對面就是這間Kate的酒店 旁邊就是Spa 我剛剛才知道 然後酒店的人出來 跟我說 你們來幹什麼的 然後我說 沒有啊 我打算入cafe 跟我說了時間之後 我懷疑了 就怎麼樣 他叫我來這裡 照拍照 照拍照 OK的 我們沒有問題 超好啊 然後呢 他叫我進去喝杯飲料 請我喝杯飲料 這裡就是個花花牆 超漂亮的 嘩 嘩 是真的挺漂亮的 這裡打卡沒有一定的 我上網看到很多人 很多美女 那些奇怪的人都在打卡 那實質上都真的挺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但很可惜 哈哈 好可惜啊 可惜沒如火 可惜沒如火 對就是這樣 那這間店就介紹到這麼多給大家看 那我展示給大家看 下面會有個資料 如果大家上來的時候 就過來打卡 超漂亮的 唉 太差了 真的太差了 我覺得這裡的Manager超好 因為我們外面都比較熱 他說不要緊 我們進來坐 然後認識普通話一次 她的普通話超夢 然後他說 下次就早點安排 好可惜 好可惜 下次應該可以住這間酒店 因為這間酒店原來有酒店 我不知道 應該挺漂亮吧 我不知道 好可惜 留意下一次的泰國之旅 我想大概半年後 大概會再來 外面已經有專業的人士 代替我去打卡 大家都不想看我打卡 如果想看的話 去IG 記者 哈哈 他們應該不住 都過來打卡 這裡出名的 但上網其實也有很多類似的相片 他比酒店歡迎我 挺好的 嗯 突然有一個新的資訊 原來 前面的咖啡廳 如果關掉的話 可以這樣推門進去 他們會帶我們去拍照 其實我是免費拍照 我不用吃東西都可以 OK 其實我吃飽了 哈哈 都是有專業人士幫我們打卡的 你看 我拍的就好了 現在 對了 這裡大概有兩個景點 這個一個 還有剛才那個 一連串的草場 那裏 我看上網的人都拍得挺漂亮 就是這樣 那我試試拍 花花牆呀 好棒呀 記住大家 大家可以坐著的 平日的四點後 跟著星期二的十二點後 這裡都是沒有人的 那你可以不用付錢 進來喝東西 都可以進來拍照 啊 原來我是來得很適合的 不用付錢 任你喝呀 不是 任你喝 那就是這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意 繼續看泰國之旅 對了 泰國的路上 我會陪伴大家 Yeah 喜歡的朋友訂閱 分享給朋友觀看 喜歡的朋友繼續訂閱我 因為都要看著我怎樣死 那好啦 記住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Bye